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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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在2010年再次获得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 之后 曾欣梅也试着朝主持界发展 曾与名人 主持界大哥共同主持过电视节目 并获得电视金钟奖 也担任过电台节目主持人 活动主持人 但终究她发现自己还是热爱着歌唱的事业 曾拿夏儿做金曲歌后的曾欣梅 谈到出道故事时透露 当初意外发现自己可以将各式各样唱腔模仿的出神入化 于是便在综艺节目 龙兄虎弟 上模仿惠妮休斯顿演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没想到进大获好评 知名度大开 这次她也在节目中模仿蔡秋凤演唱《铁达尼号》主题区 立刻让主持人陈国华笑到整个人往后仰 曾欣梅还笑亏 怎么没有人鼓掌 这样对吗 笑翻全场 曾欣梅虽专严并推广台与R&B的世代唱腔 可还是在努力阶段 相对的着重在歌唱技巧及情感表达之抒情歌曲 对欣梅的乐迷来说才是层次的提升 是阶段性与大环境的成长 从1988年上阁的陈小平台语专辑《胭脂酒》 海口人 1990年的《琴千千亿千千》《纳鲁湾的探歌》 四张专辑《多重试探》的规划下未能再是场站住脚 也许是出在行语唱腔的不搭 无法打下预设中的理想成绩 令人着急 值得一提 在缘分专辑淬炼出另一款曾欣梅的唱功 十分耐听 但两张翻唱将会的陈名曲虽然模拟的八分项 却拉下已渐渐成型的专有调性 是位错误示范的插花作品 随着公司的经营不善也从期望变成失望 2002入主天蝎英勒再度燃起这位唱将籍的市场火苗 从欲发片的年初万众期盼 至今过了半年 便也去了一点新鲜感与闲接旗 十三年前 曾欣梅与潜水教练正文祥结婚 夫妻俩因达成共识 迄今西下午字 近年来信佛的他喜进千华 转行卖包子 之前曾欣梅将原先经营近三年的冰铺原质改装扩大 加入闲食餐饮 成为全新自创品牌 他开心说道 闲田一网打劲 让贵客在这里一次解决 除了冰店时期的经典和招牌外 他更加入一些台湾传统小吃 曾欣梅提到开幕的日子 自己有特别去看过 他坦言受瘟疫三级警戒计划而被推迟 当时 曾欣梅以一身黄色立了裤装准时开门饮客 俨然像个最亲切的餐饮女大亨 开幕当日风和日丽 艳阳高照 让他感恩说 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此外 他也提到经营餐饮最艰难之处 就是做出银河大众口味的美食 不是只有我和股东吃了算 要综合正反意见 再加以研究融合 取其综合 真的是有时以来压力山大 为了这次展店 曾欣梅赤姿请来文创团队打造包装 光是设计和装潢就砸下新台币250万至300万元 团队还别开生面打造壁画 将曾欣梅展店 餐馆打造餐点和和家团聚吃饭的画面 挥洒于餐馆壁上 看着温馨童趣的壁画配上美味的餐食 可说是相应成趣 也凸显他店名希望营造的冰质如归感受 最特别的是 餐厅特别创设了透明厨房区 比照顶泰峰规格 让来用餐的客人可以看到大厨们烹掉餐点的过程 看在眼里 吃得安心 要知道 曾欣梅为两届金区歌后 并曾拿下金钟奖店是节目主持人奖 虽然如今的他已经经营饮食业多年 但仍未忘怀最爱的歌唱事业 曾欣梅至今主持信级卫视周末夜黄金档综艺 台湾大歌厅 于沈文成 孔枪老师共同主持 拥有一群粉丝 此外 他也时常出现在全台各商演活动 仍相当活跃 接受台美访问时 他回忆包子店刚开业时曾被嘲讽 怎么来卖包子 唱歌唱不下去了吗 他说自己对此不以为意 放下歌后身段后 他非常用心地做手工包子馒头 好口味或得赞许和认同 他自曝出道前被嫌长相丑 因不堪舆论压力 甚至一度产生放弃生命的念头 调整和转换心态后的他自我调侃到 我现在丑得有尊严 陈欣梅回忆过去时表示 自己从小家境不好 身为长女的他为了分担家庭负担 四岁就在夜市帮父母摆摊 高中时模仿蔡秋凤 黄以玲的歌声 为伴唱带录音 赚取生活费 他说 过去的我 赚钱非常贪心 能赚就多赚 当时婚后膝下无子的他表示 目前尚无经济压力 他自认唱歌虽是兴趣 却不能唱一辈子 他说以前唱歌赚进大把钞票 现在身兼包子店长 会计 送货员等多职 尽管每天工作达12个小时 收入也远比不上唱歌 但曾欣梅却觉得十分幸福 他笑说 眼下自己最大的兴趣就是卖包子 虽然开店的成本还远没收回 但每天以老面团发酵做出的包子 或得交口称赞 令他特别有成就感 他说 以后我老了 至少有一件事可做 因为不想看电视 以免看得变成老年痴呆 不过后续没想到因为原物料上涨等因素 经营不下去 在三月底全都倒光了 现在只好全部收掉 好在有老公的支持 曾欣梅决定改为经营兵店 把冰砖放进制冰机 在林上特制花生酱 曾欣梅戴着帽子 穿着黑色衣服 朴素地在店里帮忙 毫无明星架势 有人找他拍照更是来者不惧 这是他最新经营的兵店 才开幕两二个多月 已经累积不少顾客 客人 首先我不是因为他的名气过来的 第一次吃起来就觉得跟其他的店不太一样 毕竟这不是他第一个的创业店了 曾欣梅2016年 与股东投资一千万转行卖速包子 满头 全盛时期在台北市拥有四间店 没想到在三月底全面收摊 艺人曾欣梅 以利休的关系 人真的不是很好请 然后我们这些人 都是每天手工包包子 对我们来讲真的负荷很大 因为我们所有馅料都自己做 再来第三个原因 就是因为原物料上涨 还记得 曾欣梅当时的广告片段 有没有觉得看起来就非常好吃呢? 把店当孩子看 把员工当亲人对待 曾欣梅不忍心员工体力不堪负荷 最后忍痛收垫 这样的背景故事令人动容 回想过去 曾欣梅在为了歌谈新人谈静的活动站台上 已经七年没发片的她 却突然惊涂隐退宣言 其实在很久以前 曾欣梅就隐隐表达过这个想法 曾获两届京区台语歌后奖项的曾欣梅 受访坦言 这个年头发片不容易 我也是战战兢兢 透露好歌难寻 应该要渐渐隐退了 唱歌还是会有 发专辑则没有这个想法 至于是否如二姐将会 小哥费玉清班举办封卖的告别演唱会 她打去 告别应该要等到快往生了啦 看到新人发片 就是我现在的快乐 而京区歌后詹雅文日前被确诊 怕金森氏症左脑萎缩 曾欣梅透露私下有透过脸书关心她 也心疼表示 人都会面临这关 所以都是早晚的问题 已发生了就好好面对 听医生的话怎么做 若每天烦恼这件事 会对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 亚文的态度很好 愿意接受治疗 面对接受解决她 至于当年在活动上的主角 谭靖在46 之自幼推出同明星专辑 她曾是助唱歌手 已婚的她也大方透露 女儿已经18岁了 就把这个当成是梦想的记录 这个时间点刚刚好 对此 曾欣梅也大致赞她国台 与双声道都能唱 就连英文歌曲也轻易驾驭 对她的好歌喉赞不绝口 曾经的荣耀 曾欣梅从没有忘怀 但如今的她更喜爱自己的门店 希望她今后的生活 能够幸福美满下去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她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